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主题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陈老师 这一节课 我们一同学习 不编版 五年级下册 古诗三首的第三课诗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安史之乱 让原本繁华安定的国家岌岌可危 他把诗人杜甫也卷入了生活的最低层 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逃难生活 那么这首诗就是被称为 杜甫生平第一块诗的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我们知道杜甫一生写下了很多古诗 那么他的古诗中多是忧国忧民 那么在他为数不多的能够表达喜悦心情的古诗 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一块诗 表达了诗人非常快乐兴奋的一种心情 那么这首诗到底写什么呢 咱们一同走入 首先 在学习古诗之前 请同学们自己来阅读一下这份材料 了解一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好 同学们了解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那下面请同学们自由地去朗读一下这首诗 注意 我们要读准字音 先试着自己结合注释 来理解一下重点词语和句子的意思 开始吧 好 同学们我们来交流一下 首先我们解决一下 首先我们解决重点词语的读音 跟老师读 还要注意 还要注意在这首诗中有一个多音字 这里读一长 它在古代指的是裙子 一长 那么它另外一个读音是轻声商 我们经常说的衣裳 好 同学们自己来读一读这些重点词语 好的 我们首先来通读一下这首古诗 在读古诗的时候 我们除了要读准字音 我们还要借助老师给大家的提示 读出这首诗的挺顿 好 先跟老师来练读一遍 文官君收河南河北 唐杜甫 见外呼传收济北 初文替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慢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集从八侠川乌侠 遍下襄阳 向洛阳 好 同学们 根据提醒 自己来多读几遍 好 同学们 有点 好 同学们 好的同学们 我们读过古诗之后 来试着理解一下这首诗的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文这里是听说 官军这里指的是朝廷的军队 就是唐王朝的军队 那么收是指收复 河南河北 我们知道是两个地点 那题目就是说 听说唐王朝的军队 收复了河南河北 好同学们自己来说一说 题目的意思 可以说这首古诗 就抓住了一个词语 喜欲狂 那么喜欲狂 是说高兴的要发狂 这就表达了作者非常兴奋快乐的心情 整首诗都是抓住了这个中心词来写的 那咱们来走路 咱们看来第一句 剑外呼传收纪北 出文涕泪满衣肠 什么意思呢 涕泪指眼泪 那么这个泪就面对胜利的喜悦 含有自己长期 还有自己长期颠沛流离生活的感慨 就包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 剑外 它是指地点 就是剑门关以外 这里指的是四川 当时杜甫就流落在四川 冀北也是地点 今河北北部一带 可以说是叛军的老巢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剑门关以南的四川 忽然传来收复纪北的消息 那么听到这个消息 我惊喜的替泪交流 沾湿了衣裳 好 同学们自己来读一读他的意思 好 同学们我们结合这个地图 来看一下这几个地点 那诗人杜甫现在在四川 剑外这个地方 那听到了什么消息呢 就是冀北 收复河南河北 这个地方 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 是距离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这里千里之外 传来的好消息 听到之后 让诗人可以说是 替泪满一场 咱们接着走入第二句 却看妻子抽合在 却看是回过头来看 妻子这里和现在说的妻子不一样 现在的妻子指的是自己的爱人 但是在过去妻子指的是妻子和儿女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里的古今意义的不同 慢卷是随意的把书卷起来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回过头来再看看妻子和儿子 平日的忧愁已经一扫而光了 我胡乱的卷起诗书 高兴的几乎要发狂 好同学们自己来说一说词语和句子的意思 好咱们接着看第三句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幻香 纵酒是尽情的喝酒 青春 这里青春不是指现在的青年少 而是指的是春天的景物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在这里注意 它的古今意义的不同 作伴是指春天可以陪伴我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白日里我要放声歌唱 纵情唱饮 美好的春光正好伴着我返回故乡 好同学们自己来练习的说一说 同学们我们可以看出这句话写的是作者准备还乡的情景 就是听到了中原统一了 那我要赶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那种非常快乐的准备还乡的情景描绘了出来 那么诗人连回家的路都想好了 他怎么回去呢 咱们看最后两句话 好同学们我们看最后一句话 吉从八峡穿乌峡 遍下襄阳相落阳 这里的吉是利吉表示速度非常的快 乌峡是长江三峡之一 在金四川湖北交界处 是一个地点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立即动身 从八峡乘船 穿过乌峡顺流而下 就可以到达湖北的襄阳 再从襄阳北上直奔洛阳 那这里是作者想到的回家的路 可见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同学们自己来读一读最后两句话的意思吧 那么同学们 真的是像作者说的 那么快速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吗 我们来看一看 河南河北 被收复 冀北 那作者现在 在四川 他要乘船 我们看 要通过八峡 乌峡 然后到达襄阳 最后到达洛阳 那么我们看到回家的路 即从八峡穿乌峡 变下襄阳向洛阳 我们看 这里是不远千里的 是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 从地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远 那么 从诗人的这句描述中 我们却感觉到 好像是转眼间就能到 那这说明什么呢 对呀 这说明作者是归心四见 可见 作者这是想象的 自己回家的一个画面 一路上 一路上我们能感觉到诗人都可以说是急速飞驰 马上恨不得一转眼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所以同学们 最后一句话中 从 从 穿 下 下 我们看 这四个动词 一气呵成 表达了诗人迫不及待 归心四见的心境 那我们来整个回过头来看一看这首诗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作者 在首帘 表达了 捷报传来 喜讯 诗人高兴 高兴的是 替泪满意上 在他的第二句话 我们可以看到 妻子一扫往日的愁云 欣喜若狂 第三句 表达了作者 想 纵酒欢畅 作伴还乡的 这样的一个画面 最后一句 作者在想象 自己飞驰到洛阳的 那种归心四见的心境 描写了出来 可以说 整首诗 都表达了诗人 那种 欢庆胜利 喜还乡的 一份喜悦之情 难怪 被称为 杜甫生平 第一款式 可以说 这首诗 诗人 以饱含激情的笔墨 形象的书写了 忽闻 叛乱以平的捷报 急欲 奔回故乡的 那种喜悦之情 那好 下面 我们来 连起来 说一说整首诗的意思 跟老师一起来练习说一遍 这首诗讲的是 在建门关以南的四川 忽然传来收复济北的消息 初听到这个消息 惊喜的替泪交流 沾湿了衣裳 回过头来 再看妻子 平日的忧愁已一扫而空了 我胡乱的卷起诗书 高兴的几乎要发狂 白日里我要放声歌唱 纵情唱饮 美好的春景 正好伴着我返回故乡 我们要立即动身 从八峡乘船 穿过乌峡 顺流直下 到达湖北 襄阳 再从襄阳北上 直奔 洛阳 好 同学们 自己来反复的练习几遍 刚才我们理解了整首诗的意思 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喜悦之情 可以说是藏在了这自立行业之中 那么同学们 要带出这种感情 试着体会一下 作者表达的这种欣喜若狂之情 那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呢 就应该把这种感情放进去 好 同学们 把带感情的去反复的送读这首古诗 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 好 同学们 我们理解了古诗的含义 并且也体会到了诗人的感情 下面我们来解决 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喜悦狂 可以说是这首诗的中心词 那么这首诗 哪些词语表现了喜悦狂呢 同学们 拿起笔来 在诗中圈话出来 好 交流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剃泪满衣肠 慢卷诗书 放歌 种酒 这些词语都表达了诗人喜悦狂的心情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怎么会如此的喜悦狂 这喜极而涕的涕泪到底包含了什么呢 同学们 抓住这个关键词 我们不难体会出诗人的情感 我们可以看到 诗人这样欣喜若狂 其中包含的正是他浓浓的爱国之情啊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首诗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就写出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诗地的消息 欣喜若狂的心情 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 同学们 杜甫是著名的爱国诗人 他的笔下写出了很多的爱国故事 那么咱们今天学习了他的生平第一首快诗 也可以说是他为数不多的表达喜悦之情的一首诗 那么老师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 也是杜甫写的春旺 我们再来读一读这首诗 和刚才读的这首诗表达的情感一样吗 读起来的感觉也有什么不同呢 同学们先自己试着读一读理解一下 好 同学们跟老师读 那同学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 我们情不自禁的感觉到语气有些沉重 心情有些沉重 是啊 这表达的不是欣喜若狂之情 而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悲伤之情 那么这首诗描写的是 国家沦网留下了山河依旧 春天来临 长安城中荒草深深 感叹时局 看到花开也不由得流下眼泪 怨恨别离 听到鸟鸣也禁不住心中的经济 战火连绵 如今已是暮春三月 家书珍贵 可以说足能抵得上万两黄金 痛苦中 我的白发越骚越短 简直要插不上头簪了 那么这首诗 是写了诗人刘洛 在长达八年之久的生活中的一个写照 他在表达了一种 对于祖国战火 未停的这种悲伤之情 好 下面请同学们 带上这种感情 反复地去读一读这首诗 看试着能不能把它背诵下来 好 这一节课 我们学习了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体会到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欣喜若狂的那种心情 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杜甫 浓浓的爱国之情 那么老师又给大家带来了这首春望 我们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感情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共同点 那都是诗人浓浓的爱国之情 那么课下 同学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杜甫的故事 好 这节课咱们就学到这里了 同学们 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